国语有生善书 虚元唐善书 在家持戒功德 主著先佛为南海古佛观音菩萨 南海古佛将 诗曰又是穷花开满楼 为何脸上几多愁 挑挑戒律不勤手 难断春江碧水流 盛世无今日降著 在家持戒功德 地念六章第八戒至戒的因缘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记载 有一次佛陀住在士罗伐城之士多林内 当时有一位比丘白天在人间油画 晚上回到士多林时 因为士多林园门已关 因此他坐在门口前的短脚床上 洗好脚便收射身心进入禅定 有一挑毒蛇喜欢阴冷之处 因此盘踞在短脚床前隐秘处 当时蛇见比丘垂透便是其透额 比丘因为进入甚深禅定不察 导致毒发身亡 身亡之后 遂立即转生至御界第二层天的三十三天中 且端拱而坐 第二天破晓 是多林园的寿氏比丘打开寺门 发现这位比丘在小床上端坐命中 又看见有毒蛇住在床下 立即将此事报告士尊 士尊吩咐寿氏比丘将命中的比丘 遗体焚烧火化 又为了防止同样的汗事再度发生 因此制定戒法 对朱比丘说 不可在低矮的小床上请卧也不应于床前洗脚 违反者得阅法罪 六种顽劣比丘听到这挑戒法后 随即自作聪明制作高床 床脚竟有七肘长 须攀圆梯子才能上下 如此张黄扑式的情境被婆罗门吉在家居室看见后 而遭到闲物比见 朱比丘便将此事报告佛陀 佛陀说 我今以此为原 为朱比丘广说乃至制定戒法 若有比丘制作大小床 床高应为佛陀的八个手指长为线 若超过者应截去 否则犯拨一提之罪 世尊为朱比丘正式制定这挑戒法后 有一位年少比丘乌陀仪 因为身形高大 每当坐在小床上时 下巴总必须支撑住膝盖 甚为不便 比丘又将此事报告佛陀 佛陀因此修正戒律如下 比丘制作大小床 床高应为佛陀的八个手指长为线 除入闭目 若超过者应截去 否则犯拨一提之罪 上述的八指长 约为一般人的一肘长 所谓除入闭目者 细致床脚用木头交互制成的部分 并不包括在八指长的范围内 又有一次 佛陀住在世罗伐城给孤独园内 当时乌波南陀分得大床 并以木棉絮制作衬垫而卧 有一位年老比丘从其他处来 受使比丘依直拳随次分语 至乌波南陀的房市时 即安排那位年老比丘 与乌波南陀同寝室 于是乌波南陀便将衬垫中的木棉絮拆除 让老比丘睡卧寝息 不过却因此造成棉絮四处飞散 隔天天亮后 老比丘睡醒走出房门 身体与袈裟都沾满了白色的棉絮 朱比丘看见后议论纷纷 认为上座比丘怎么可以睡卧在芦苇草上呢 朱比丘于是向佛陀报告此事 佛陀说 我今以此为缘 为朱比丘制定戒法 若傅比丘以木棉絮等作为卧床 或是座位趁垫者 应该撤除 否则犯拨一体之罪 所谓趁垫之物包含五种 一木棉 二草棉 三香蒲 草 四结贝 五羊毛 若傅比丘以五种物自己制作趁垫 或是教导他人制作 皆犯拨一体之罪 我们一定要持戒 并且修行 持戒可以升天 修行可以了脱生死 若只靠不失而升天 升天后就只享受 不懂修行 最后还是要回到人间或地狱去 很可惜 望大家要替自己生前 祝集灵修院 与超把祖先与有缘魂道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或好天子寿灵修院 祝灵修院 各位善性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南天虮院堂之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财 不失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助印善书 光临虮院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虮院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